佛法教育 终极的目标就是教你坚信 坚信成佛 佛没有嫉妒 没有虚伪 他希望你的成就跟他一样 为什么 本来是一样的 这不是说我要高你一等 你的成就不可以超过我 那是凡复心 那是六道轮回的心 是六道轮回的观念 那个人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法不但出六道轮回 而且出十八戒 到最后 你一真法戒也不住 他欺如长级光 长级光就是自信 他弱了自信 弱了自信就弱了无量 这才叫 终极圆满 那么真实功德 确实就是无量功德 极乐世界 那如是震慑功德之所壮业 所以叫做居足壮业 成就不可思议的力 这个力 现在科学家说的能量 成就不可思议的能量 这个能量里面出现了世界 出现了宇宙 出现了宇宙 无量无量无边祝福插图 出现了无量无边祝福插图 出现了无量无边祝福插图 那是阿赖耶切的作用 阿赖耶是谜 专时晨智 阿赖耶就不见了 他是假的 像一场梦一样 醒过来 梦境都不见了 我们哪一天 把见思烦恼断尽 六道就没有了 醒悟过来了 六道是一场梦 但是四圣发界 还是一场梦 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 必须要超越 摄法界 超越摄法界 就是不能齐心动念 什么时候不能齐心动念 眼尖色的时候 耳闻身的时候 鼻秀香的时候 舌肠胃的时候 身体接触的时候 还有念头 思维想象的时候 这叫六根 六根对六经 六根 眼尔必摄神 一 六经 摄神相为触发 六根对六经 不齐心 不动念 是佛陀 七心动念 没有分别 执着 是菩萨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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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出六成经 结 有 其心动念 有 分别 没有知足 这个人 这个人是阿罗汉 是皮之父 那么我们就想到 修行 修行在哪里 学 就在六根六成 里 学 眼看见了 耳听得了 无论听到什么 清清楚楚 明明白 没有其心动念 这是佛的见闻 佛知佛清 非常清楚 没有其心动念